随着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日益临近 围绕奥运资格的竞争也更为激烈 近期速度滑冰 钢琴 雪车等多个项目的杯赛 分战赛 凝罗开枪 中国运动员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 我们来看一组冬奥速来 北京时间12号晚 钢架雪车欧洲杯第一站 挪威利勒哈莫尔战比赛结束 25岁的殷正 以两轮滑行1分44秒79名列男子组第一 同时以4秒65打破赛道出发记录 另一位选手朱海峰获得第三 女子组比赛 23岁的李雨昕 以两轮滑行1分47秒45的成绩夺冠 创造了中国选手的赛事最好成绩 朱扬棋名列第三 北京时间13号 国际华联速度滑冰世界杯第一站在波兰开赛 本赛季世界杯的前四战是奥运积分赛 在男子500米A组第一次争夺中 平昌冬奥会该项目同牌得主高平五摘金 在稍早进行的女子500米A组第一次争夺中 中国队的京京珠和田瑞宁分货第六第七名 都创造了平原冰场的个人最好成绩和世界杯最好名次 昨天下午相约北京冰球国内测试活动在国家体育馆展开金牌战 身穿白色队服的北京吉胡队以7比4战胜北京手钢队夺冠 本次测试活动完美收官 为迎接冬奥会 国家体育馆进行了多方面改造升级 赛事保障 疫情防控 医疗救援 志愿服务等各项保障能力 在测试赛中得到全面检验 昨晚 北京2022年冬奥会运动员菜单正式发布 汇集世界各地678道特色菜品 饺子 公宝鸡丁 四喜丸子等中国特色美食上榜 菜单由多个专家团队研讨制定 并经国际奥委会审核同意 北京冬奥村将提供24小时餐饮服务 并为运动员设置世界 亚洲 中餐 清真等12种餐台 每天提供约200道菜 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 八个临时交通场站日前全部建成 惠展东 冬奥村北 棋盘梁 转之连 马丈子 崇里北 崇里南和太子城 将满足赛事人员的驻车换乘需求 同时为交通服务团队提供管理工作休息场地